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AI6D编写的节目 热点深度,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首先关注 关于侯友宜 台湾将在2024年1月选出新一任总统 拖延许久的国民党参选人 终于在当地时间5月17日得出结果 国民党宣布征召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 挑战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第三势力民众党党魁科文哲 以下总结来自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 对于国民党选择侯友宜的报道 台湾反对派在对美国和中国具有关键意义的选举中 选择了受欢迎的前警察 华尔街日报 台湾国民党已提名前国家警察机构负责人 现任市长侯友宜为2024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侯友宜具有跨党派的广泛吸引力 但在处理台湾海峡的地缘政治动态方面经验有限 选举结果对美中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因为它将有助于决定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发展轨迹 台湾的命运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潜在爆发点 在蔡英文总统担任总统的七年里 台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 与美国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 执政的民进党去年遭受了十年来最严重的选举挫折 为国民党打开了一个机会 国民党倾向于与北京建立更友好的关系 侯友宜是代表国民党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人选 因为她在台湾的家庭根基早于1949年 而且具有务实的声誉 她在接受采访时把普通话改成了当地语言 这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肯定 她与北京或华盛顿打交道的经验不多 直到最近才对中国问题采取立场 她拒绝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以及北京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治理台湾的建议 在某些方面 侯友宜是代表国民党的不寻常人选 因为她在台湾的家庭根基早于1949年 而且 她一直回避公开的政党政治 她的祖先背景和务实的声誉 使她在广大选民中受欢迎 她在接受采访时改用当地语言 显示了对当地文化的尊重 侯友宜与北京或华盛顿打交道的经验不多 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对中国的立场 她拒绝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和北京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治理台湾的建议 相对于其他国民党领导人 她似乎正试图在中国问题上 占据一个温和的立场 她击败了亿万富翁郭台铭 郭台铭与中国关系密切 并直言不讳地表示 要培养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狗仲文称赞侯友宜 是国民党的最佳选择 并发誓支持她的候选资格 在国民党总部外 几十名党的支持者 举着中华民国的旗帜聚集在一起 而一小群人则抗议提名过程 国民党KMT 最近宣布了 他们在即将举行的 台湾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被台湾人民党TPP 正式提名 最近的民调数据显示 三个党派的候选人中 没有一个在竞争中 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这表明 在1900万台湾选民于 1月13日前往投票站之前 竞争将一直很激烈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 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对台湾总统选举的影响 反对派选择了一个温和的人 纽约时报 国民党提名66岁的 侯友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他是两届新北市市长 和前警察局长 侯友宜曾试图在台湾 与中国的关系上 采取中坚立场 他的参选为 与执政党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赖清德的激烈竞争 奠定了基础 这可能为台湾 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国 对峙中 制定新的路线 iPhone和电子制造商 富士康的创始人 特里古 Terry Go 尽管在岛内举行了集会 但仍未能获得提名 分析人士说 狗中文缺乏政治经验 而且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使他成为不可行的候选人 侯友宜的胜利可以重新打开与中国的沟通渠道 减少台湾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压力 由于国民党提倡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他们一直在总统选举中失利 选民们对北京对该岛的侵略感到震惊 侯友宜被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 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 国民党一直在努力平衡 其对华友好的倾向和台湾民众对北京的不满情绪 北京在香港的镇压和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 使其更加艰难 执政的民进党将自己定位为台湾主权和民主的捍卫者 对威权扩张主义发出警告 尽管如此 国民党去年大获全胜 在几乎三分之二的地方市长选举中获胜 侯友宜是现任新北市市长 也是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的国民党候选人 与台湾的大多数政治家不同 侯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名警察开始的 并通过层层晋升成为该岛警察部队的负责人 他采取了实际行动来改善居民的生活 被认为是一个务实 有能力的政治家 侯先生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的看法 则不那么成熟 比如台湾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侯先生试图穿针引线 说他既反对台湾独立 又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 这种不明确的态度 受到了一些观察家的批评 但也可能使他对中间派选民更具吸引力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 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看不惯就辞职整顿职场协风 老板则抱怨他们不够吃苦 年轻人会在中国高失业率下屈服吗 南华早报 22岁的中国工人 Melody Yan向他的前雇主 发送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电子邮件 批评他们的运作效率低下 以及缺乏对新员工的支持 他还指控他的上司 有性骚扰行为 在中国 16至24岁的失业率为20.4% 但他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中的一员 对工作场所的虐待和不公正现象发表了意见 中国的几代人是按年代来定义的 两千年后的人 吉林浩被认为是中国的Z世代 Yan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国际银行担任投资分析师 他不怕经常换工作 以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 在他寻找合适的工作时 他的父母在经济上支持他 中国年轻工人 在网上发表反对其上司的帖子和视频已经走红 志同道合的人赞扬他们的言论 希望改变中国的有读工作文化 22岁的中国工人Melody Yan向他的前雇主 发送了一封两千字的电子邮件 批评他们的运作效率低下 和缺乏对新员工的支持 并指责他的上司有性骚扰行为 Yan在上海的一家国际银行担任投资分析师 他并不害怕频繁转换工作 以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 中国年轻工人在网上发表反对其上司的帖子和视频已经走红 许多人赞扬他们的发言 希望改变中国的有读工作文化 一向针对七千多名Z世代员工的职场态度的调查发现 这个年龄段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幸福和职业发展放在首位 对友好的工作文化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并希望将自己的职业与自己的兴趣相匹配 雇主应该尝试更好地理解年轻工人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中国在后科威德时代面临着不稳定的复苏 年轻成年人中逐渐上升的失业率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挑战之一 由于经济不稳定和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 Z世代的一些成员最终可能会容忍工作场所的虐待行为 就像老一代人更容易做的那样 在江苏省南通市一家报社工作的Rothelin Wang说 她试图在工作中设定界限 在她的微信简历中写道 晚上11点后她可能不会回复信息 但是她的上司无视这一点 仍然与她联系 一些中国年轻人说 Z世代工人与老板顶嘴的趋势 不过是耸人听闻的 由互联网助长的污名最终会造成伤害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Z世代对工作的态度可能会让他们之前的几代工人感到惊讶 但他们对工作文化转变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德国大众寻求使用华为软件已在中国生存下去 金融时报 大众汽车希望在中国的汽车中使用华为的软件 以增加他们在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 大众汽车已经与华为和其他中国集团进行了会谈 以实现这一目的 该公司在自己的软件运营方面出现了问题 导致高层管理人员被解雇 大众汽车在电动车市场的市场份额为2% 落后于特斯拉和比亚迪 大众汽车已经宣布在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 进行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投资 并正在努力升级他们现有的操作平台 尽管美国和欧洲努力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但大众汽车仍希望与华为等中国科技集团建立更深的联系 大众汽车需要复杂的定制服务来开发其操作系统 这对中国科技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 大众汽车的首席财务官Arnold Antlitz上周宣布 他们的高端品牌的下一个软件平台将在明年推出 华为与一家大型外国汽车制造商合作 将使技术和品牌合法化 以上是今天六度世界热点深度节目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倡导自由 责任价值是AI应用的全球媒体先驱 我们下期见